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一款又一款高超音速武器相继问世 这种卓越的成就 连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先锋 高超音速洲际弹道导弹 2018年3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勤咨文中 首度公开了先锋导弹的一些具体情况 据悉该导弹最早源自上个世纪80年代 也就是前苏联时期 是由切入海设计局和闪电设计局联合推出 并开始研制的一项预言项目 当时苏联认为 包括SS-18撒弹洲际弹道导弹 RS-16弹道导弹 等一系列洲际和打击武器 可能无法满足 趋于现代化的未来局势 于是便紧锁密鼓地开启了 更迎合以后作战形式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 可惜好景不长 才步入研究行列的先锋 没过多久就遇到了苏联解体 这一严重挫折 就在大家认为这一未来项目即将割 至之时继承了前苏联 大部分军事技术的俄罗斯 却毅然决然地决定 继续进行先锋导弹项目的研究 不管国内局势的动荡 还是经济实力的倒退 俄罗斯都没有彻底把 先锋这一项目砍掉 在历经了长达25年左右的严格后 俄方专家人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险阻 终于在2015年3月进行了 第一次是射测验功夫不负有心人 此次试验圆满成功 先锋也达到了俄方预期想象中的效果 从15年的首次测试 到18年底 最后一次实战背景下的全射程 全系统测试 先锋才完成了最终的定型版 虽然俄罗斯军方并未说明 在此三年间一共进行了多少场测试 但就俄罗斯对其的重视程度 想必一定也是个庞大的完成量 在此 先吹一波战斗民族顽强探索的意志力 河内骨子冲进 好吧 从俄国防部告明的消息可以得知 先锋导弹是一款洲际弹道导弹 这就意味着它能够跨越洲际 进行超远距离战略打击 至少能达到上万千米的射程条件 先锋洲际弹道导弹 弹长24米 直径2.5米 采用了两极液体火箭发动机 也就是高超音速飞行器设计中 最为经典的火箭发动机 起飞在主动段结束后 完成头体分离一来释放打击器 再由打击器进入大气层的滑翔弹道飞行的飞行模式 而完成这一模式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就是与先锋同步进行的 U71项目研究成果 该飞行滑翔器采用了高超音速乘波体设计 再进入到上述过程的滑翔弹体飞行阶段 能够达到最大每小时 3.3万千米的冲刺速度 整个过程中的平均速度 可以保持在每小时2.5万千米左右 换算成音速大约是20马赫的样子 拥有U71如此强大的支持 先锋可以在时射中段阶段达到最大 27马赫的飞行速度 让所有洲际导弹都望尘莫及 甚至都没法看到先锋的尾气 更别说什么爱国者萨德反导系统了 连碰都碰不到 统统束手无策防不胜防 为了让先锋更加完美气和现代化战争 俄方专家在研制中 考虑到了未来激光电子武器的运用 便给其加装了 能够抵御激光电子打击的新型材料 防止被诡谓的激光电子给拦截下来 而且因为先锋 在高超音速飞行中 需要穿越大气层 就会造成弹头表面温度被气动加热 直接飙升到1600-2000的摄氏度 到时候还没到达打击地点 就被高温破坏 甚至整个融化了 那不可就弯犊子了吗 于是研制者们给先锋换上了油炉 超高温陶瓷材料 金属计复合材料等高强度耐高温 抗腐蚀的低密度结构材料 并内置了多层隔热措施 保护结构和机载设备 能够顺利解决此类问题 使先锋可以在高温极端的环境下 保持相对稳定 并让弹头在等离子环境下 长期安全的飞行 所谓战略武器 当然得有 足以造成巨额伤害的战斗能力 先锋当然不须此名 它能携带6枚550千吨的 当量战略核弹头 也就是一共330万吨的核战斗部 要知道百万吨级的核武器 都能将一座中型城市毁灭殆尽 若一同发射先锋的所有核弹头 造成的后果根本无法估量 在2019年底正式投入部队使用后 先锋已经担任战斗 值班任务一年多的时间了 就在2020年底 俄罗斯首次公开了 一支高度保密的先锋导弹视频画面 虽然外观看上去 并没有一种很显著的特点 但从俄方愿意曝光 给媒体以及全世界 该谈的全貌 就足以看出 其对这款研究成果的高度自信 而之前各种强悍的性能数据 应该也不会只是空穴来风湖边乱造 就在不久前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 就一直以来被特朗普搞砸的美俄关系 做出了强烈批示 并开始重新整合 各种退群造成的烂摊子 就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沟通 在美国前任总统 特朗普不断退出各种条约后 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已然成为 约束两个拥有 超级军事力量的和大国唯一的手段 对于世界安全与和平进程 有着重大影响 为了迎合拜登友好交谈的续约希望 普京宣称 会将先锋洲际弹道导弹扔进条约中 作为约束力量减少使用 此举引起国内外的一阵喧哗 虽然说俄罗斯的这种做法 等于丢掉了一个强有力的杀手锏武器 但对于该条约的续签 以及世界格局的稳定 还是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其实 在拥有众多尖端水平的新型武器下 普京社先锋堡和平的办法不失 为一大明智之举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观众不妨点个赞加收藏 转发评论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信息和故事的 记得订阅 方便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啊